接著到23條題目 這條題目說眼前 ABCD 是一個梯形 所謂的梯形的意思就是 這兩個是平衡的意思 他也有文字說給你聽哪兩條是平衡的 他說 E 其實就是 midpoint of AD 即是這個長度和這個長度一樣長 接著他就給了一隻叫做 alpha 角 接著他省了兩個 90 度給你 分別就是 ABE ABE 這個是 90 度角 另外第二個就叫做 BCE BC 這個就是 90 度角 然後他就要求你去找兩條邊長的關係 一個叫做 CE 一個叫 DE 你現在玩的是個比例問題 所以其實我可以隨便把兩條邊的 隨便一條屈他做 1 是可以的 如果你說我接受不了 或者你說你在做 paper 1 我們可能把其中一個叫做 X 其實我計畫是一樣的 沒什麼所謂的 那我就大膽一點 我就當我們的 D 是 1 這樣才算 如果 D 是 1 的話 那 AE 也會叫做 1 因為他說長度一樣 那我想盡辦法 由這個去找到我們 CE 的長度 一切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根據我們的理解 這裡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個叫做 Alpha C 到就 cos C 不到就 sin 所以這個叫做 sin 這個叫做 sin Alpha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然後我怎樣再爬過去 大哥 其實很容易的 你想清楚 如果這個叫做 Alpha 這個叫做 90 度 這個叫做 90 度 這個叫做 90 度 那我們說 C 到 cos c 不到就 sin 的情況下 我們 EC 的長度是什麼 就是叫做 EB 的 cos Alpha 也都只是 sin Alpha cos Alpha 今天條題目問你什麼鬼 今天條題目問我 CE 除我們的 DE CE 我計到 它就是 sin Alpha cos Alpha 相反那個就是 1 兩個東西相除你已經找到答案了 答案就會叫做 D 答案 就叫做 D 答案